嘿,各位小伙伴們們好,我是青丘大寶 今天我們要分享的是一款很好吃的蒜蓉辣椒醬 這是我今天剛剛買回來的辣椒 兩斤辣椒還有兩斤的這個蒜蓉 好啦,那我們現在準備開始工作吧 我們現在是要先把這個辣椒遞進去 我們現在是要先把這個辣椒遞進去 將辣椒倒入水中,清洗乾淨即可 將洗好的辣椒撈出來烘乾,備用即可 把水量烘乾就可以了 我們將準備好的薑,先用刀拍一下 然後切碎 將切好的生薑放入盤中備用即可 將準備好的大蒜,烘刀開一下 然後將大蒜切碎 切好的蒜末放入盤中備用即可 將釀乾的辣椒切成小圓圈 然後將辣椒剁碎 剁得越碎越好 好了,辣椒剁得越好 放入盤中備用即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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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開火,把鍋燒熱 然後放入使用油 500克的食用油 油熱後 放入姜末 翻炒 薑末炒香后,倒入蒜末,翻炒,蒜蓉炒香后,倒入辣椒,倒入500克的爆炒, 加入100克的白糖,再加入50克的高度白酒,然后再加入薛酒的食用盐,然后搅拌均匀,香料全部上完之后要不断的翻炒,免得会有点多,羊肉呢,翻炒之后炒出香味, 可以软小火慢炖,煮鸡这种油水分明的状态呢,说明差不多好了,说明是可以一点点熬干了,然后待会就去鸡鸡调味就可以了,就可以光火,抢出来啦 然后倒入少许的鸡汁,调味一下,搅拌均匀就可以光火了, 然后就去鸡汁,大煮入少许的鸡汁,倒入少许的鸡汁,逍汁加深入中国鸡汁,酸鸡辣酱酱炒, 蒜香味浓郁 香辣入味 非常的好吃 昨天做的酸蓉辣椒 已经可以装瓶了 然后它现在已经是凉了 一点温度都没有了 我昨天就为做这个辣椒酱 都烫到手了 今天必须戴手套了 我早上刚刚去买的 好了 我们现在要装罐子了 装这种瓶子 将放凉的辣椒 放入罐中 确保罐子是干净的 无油无水 不然的话会坏掉的 好 这一罐已经装完了 一定要装进这种 无水无油的密封罐子里面去 然后密封保存 半年都不会坏 然后我这边还剩在这一点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 好